大家好,欢迎来到热光化的TensorFlow 2.0简明实战教程 上一节课我们讲解了多层感知器它的一个原理 这节课我们使用TF的chorus来实现多层感知器 那么我们在这里首先引入了TensorFlow as TF 就这个TensorFlow as TF 然后我们看一下TensorFlow的版本是2.0 然后引入Pandas,引入Numpay,引入Metapolib 然后使用这个Metapolib line 使得我们这个图像可以直接显示在我们的页面下 在这里我们读取我们的数据 我们使用的数据机是Advertising这个数据机 也就是广告与销量数据机 我们读取一下看一下这个数据 我们还是使用PDDI ReadCSV这个方法 那对于Pandas的使用 大家如果感觉不熟悉的话 可以参考我们热光化的Python数据分析 从入门到记忆学习这个课程 它讲解了这种Pandas,Numpay,Metapolib 以及SKLAN的使用 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课程 我们在这里首先读取这个数据机 这个数据机在我们的当前目楼下 Dataset里面的Advertising这个数据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机 这个数据机它是说Advertising.csv 那么它是代表你在广告 你在TV上就是电视上 还有在报纸上 还有像是这个广播做广告 它对应的销量情况 我们来读取这个数据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的 看一下这个数据 Data.head Data.head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它有三个特征列 分别是TV 也是在广 在电视的投放量 Vradio在广播的投放量 以及NewsPaper在报纸的投放量 最后我们的目标数据呢 就是预测数据 就是这个seals产生的销量值 那么这个TV和这个投放量 我们就是感觉一下 能感觉出来 就是说我们投放的广告越多 这个销量应该越多 比如说他们之间应该有一种线性关系 那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们可以绘图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绘制这个TV投放量和seals之间 看看他们俩之间那种关系 有没有线性关系 我们还是使用这个Pltdscatter 这就是我们的变量值 就是TV 然后我们的seals data.seals seals 咱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个data 这就是这种TV投放量和seals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到他们之间很明显 有一种线性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的TV的投放量越大 对应的这个收入呢也会越多 这个seals也会越多 比如说在这里 它就在这里 然后当我们投放量250的时候 它已经到这里 这很明显有一种线性关系在里面 那么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其他的两种 其他两种与这个seals之间的线性关系 到底有没有 到底有没有 你比如说data.radio 我们看一下radio的这种广告投放量 和我们的seals之间 它们有没有实施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来看一下 这就是这种关系 这个呢 虽然没有TV那么明显 但是它也有一种近似的这种线性关系在里面 但基本上能看得出来 也就是说你投放的radio 投放的广告越多 然后对应的销量值也会越大 那最后我们看一下newspaper newspaper呢 我们来看一下newspaper 这个 我们看一下newspaper这种投放 广告投放量和seals之间 它有没有关系 这个就比较差 线性关系比较差 我们看到就是说 随着在newspaper上广告的投放量 它对应的seals并没有很明显的线性增加 也就是说从这个图上 我们看出来 就是广 在这种报纸上投放广告 它的效果貌似并不是很好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模型来实现 当我们知道这个TV和radio 以及newspaper的投放量的时候 预测我们的销量值 那我们就要建立这么一个模型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X轴 我们对应的特征是哪个呢 那么来选取一下 我们对应的特征就是前三列特征 中间的这三列特征 这三列特征 中间的三列特征 我们可以这样来取 可以使用date.ilog 然后我们取所有的横 那就是冒号了 然后我们取 从除去第一列和最后一列 所以我们这样来做 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X 然后我们的Y呢 就是最后一列了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等于这个 Y等于date.ilog 我们可以取最后一列 这个取最后列表情的 直接负1 最后一列啊 这样呢 我取的最后一列 那这就是我们的X和Y 然后我们可以去建立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大家还记得怎么做吗 顺序模型 就是model model this model呢就等于tf的curse tf的curse the sequential sequential 建立一个顺序模型 那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层啊 定义在这里面 使用这种列表的形式 这的话就省去了 写这种add 写这种add 在这里面怎么写呢 就是比如说第一层嘛 叫做tf tf的curse the layers tf的curse 我们要建立一个多层感知器 我们现在这节课 我们要建立一个多层感知器 所以我们中间去添加一层 然后再添加一个输出 tf的curse the layers the layers the dense dense呢 我们知道 它实际上就完成了 把这个处式化 就ax1加bx2加cs3 这样的一个动作 处式化一些变量 处式这些a 然后和这个特征相乘 最后得出一个结果 这样子 我们在第一层 一定要注意 你只需要在第一层去添加 告诉它的一个input就可以了 那么它的第一个参数 dense的第一个参数是什么 就是你要输出多少个单元 因为这是个隐藏层 这个输出单元是我们自己来规定的 你比如说 我想让它输出 比如说10个单元 做10个单元的隐藏层 中间层我们要做10个单元 这个中间层就是这样子 就这一层 中间这个隐含层 你可以是100个 也可以是10个 这是一个自己选择的参数 参数越大 它的你可能越强 但是也有一些缺点 后面我们会讲的这个问题 你比如说我们输出为10个单元 然后我们要告诉它 它的input的数据 input-shape 在这里呢实际上它可以选择 input-deme 在这里为了让大家好记 我就直接全部写 input-shape input-shape 你要以一个原主的形式 把你输入的数据形状告诉它 我们输入的数据形状是什么样子 大家看一下 输入数据的维度 这个x之后它的维度是123 比如说它是一个长度为三维的数据 所以input-shape为3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层 叫做tf的curse deliazed dense 这个层 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去添加这个层 继续添加这个层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添加这个 第二层 第二层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添加这个输出层 添加输出层 叫做tf deliazed dense 那我们输出几个数字 我们输出的是不是就是只有这个seals 也就是我们要输出一个单元 那么在这里我们忘了一个事情 上几课我们曾经讲到 我们可以对中间层进行激活 增加激活呢 才能够拟合这种增加这种非线性关系 提高它的一个拟合能力 这也正好 这也正是这种神经元 它的一个工作原理 所以在中间层呢 在这里呢 我们要添加一个激活函数 叫做activation activation 那activation呢 我们说了最常用的一个激活函数 这个就是使用reiro来激活 就ok了 然后我们可去添加第二层 就是输出层了 tf deli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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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在这里 因为我们要输出是一个值 所以输出唯多 Mr 当我低 Hall 呢 输出唯多为壹 这就是我们建立的模型 建立的模型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型 它的一个整体的框架 modal summary 然后我们看到它是有两层了 它就变成一个多层的感知器了 而不是一个单层的单层神经元 它的中间层是一个dance层 它中间层的包含十个隐藏单元 然后它一共有40个参数 那大家算一算 为什么是40个参数呢 你想一想 因为我们在这里是十个隐藏单元 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我们要建立十个隐藏单元 但是我们的输入的特征是多少 是TV,newspaper和radio三个隐藏单元 那么对应的每一个单元 它需要以一个三个权重再加一个偏值 就是x1加乘以w1 s2乘以w2 s3乘以w3 也就是三个radio,tv和newspaper 这三个值 然后再加一个bios 也就是四个parma 那么一共有十个隐藏单元的话 那就是四乘以十 四十个parma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它的这种parma 就是说有四十个 然后我们就得到一个dance输出 那么dance输出呢 它有十一个参数 它输出唯独为1 那为什么是十个参数呢 十一个参数呢 这里建立了十个隐藏单元 那这十个隐藏单元 分别乘以权重w1 w2 这是w1 w1 w2 一直到w10 然后再加一个偏值 这是正好十一个参数 得到一个最后的输出 那这就是神经 多层神经元 或者说神经网络 它的一个原理 它就这么做了 那么我们建立好这个模型 下面我们就可以去训练这个模型了 怎么训练 就是model the compile 但是呢 在训练之前 我们需要配置一下 它的一个优化器和损失函数 model the compile model the compile 我们的优化器呢 是optimizer 我们还是使用上节课 说过的atom这个优化器 这优化器是一个最常用的优化器 然后我们的loss 在这里 大家想想 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问题 输出是一个seals 是一个这种的固定的值 是一个是一个连续的值 有可能是22.1 也可能是22.2 所以呢 它就直接是一个输出 我们的这种输出和输出之间 我们度量它的一个损失函数呢 还是可以使用这个叫做均方差来使用 所以我们就使用这个mse 叫做mean square error 最后我们就可以去训练这个模型 model the fit 在x上和y上 去训练这个模型 然后我们可以规定它的epoties呢 比如说是epoches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规定100个epoches 那就是训练100次 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训练过程 训练速度非常快 我们看到最开始的loss是1829 很快它就会下降 1526每一次每一次都会下降 经过100个epoches之后呢 已经下降到了3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模型 它的预测能力怎么样 我们可以预测一下 你比如说我想预测一下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预测一下test数据机 或者说我们定一个test数据吧 它等于什么呢 就是前10个数据 我们数据集的前10个 是dat.iLock dat.iLock 前10个的话就是冒号10 前10行 然后它的取值是中间的三连 中间的三连特征 这就是我们test数据 我们可以对这前10个数据进行使用 这个模型本身进行预测 model the predict model the predict test 那这就是对前10个模型 它的一个预测值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预测值和实际值之间 差距 有没有差距 那你可以把这个xtest数据呢 可以把这个test数据的 对应的label可以取出来 对应的label就是-1了 不是这个1冒号了 就是-1 这个test 就test 我们看一下 这是它对应的实际的值 22 19 18 那么22 14 7 19 还可以 那这就是我们建立好这个模型 那当你有新的数据来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以datafram的形式 把它放进去 对它进行个predict 这就是我们建立的多层感知器 好的 我们这节课呢 先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呢 我们会讲到这个逻辑回归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